国道服务区经济母包括了苗栗西湖、台中清水及南投等三处的服务区 在年底委托进期满 企业主将相继来竞标入主 而就清水战而言 去年这营业额飙破6亿元 因此就吸引了原本进的新东洋 全家超商、统一超商 还有是男人湖集团都来搅筑 至于南投的休息战 也将由新东洋还有全家超商来PK争取大饼 手工编织包 串组手势 原住民风葛福庄 走一趟国道南投服务区浓浓的原民风 服务区业者在这里精心布置打造的情境消费氛围 让国道用路人在这里休息片刻还能买买奥养 开车的人就是不会那么累 对然后也可以感受到当地的就是民情跟特色 可以休息就可以用餐 然后又看地方的特色 然后要购买的话也很方便 国道驾驶人开在高速公路上 只要下车道进入服务区 不必上山下 还就能直接采买在地民产 在南投逛的是原民风 到了苗栗山城的服务区商品改走客家风格 但服务区经营权 究竟由谁入主呢 目前国道三号苗栗西湖台中清水 以及南投服务区三个战区将在年底合约到期 现阶段包括全家南南湖 易美新东阳和统一集团都摩拳擦掌 有意入主 不过经营规则得照高工举的规矩走 厂商得先针对国道服务区OT案投标 经过审查领选后被宣布入选者 可以入主服务区经营六年 OT案就是所谓的委托经营 业者提案前得先提出投资金额 一旦获选 每个月营业额还要抽成缴交权力金 以清水镇为例 前年营业额5.9亿 税前净利2000万 去年标破6亿获利至少2300万 折合比例约赚了3% 只要驾驶人停靠服务区 就会带来商机 企业主备妥亿万投资金 寄出所谓的亿万服务 增强经营权只为了变身国道经济目 中文系温柔宵与廉家庆张军栋 台中南投综合报道